欢迎回到第二个小时的新台湾 星光大道 这个前天才刚刚报道说 美国不是刚刚破获了一个 什么人肉炸弹案 有个恐怖攻击客吗 那时候想说 哦 破获了这个炸弹客啊 一定是恐怖分子啊 等等的 结果呢 哦 简直像电影一样的精彩 结果这个人呢 竟然是美国CIA的卧底 何着是西方的无间道来着 我们先看 好 今天现场的来宾 前国安局驻发组长李天夺 组长好 主持人 各位观众好 这下媒体人张有华 大家好 支持媒体人江中博 大家好 支持媒体人黄敬平 大家好完 敬平啊 看到这个案子的眼睛都亮了 双面间谍西方无间道 人肉炸弹是卧底 比电影还精彩 其实这个 这次美国发现这个 企图好像说要 恰戴闯关的这个人肉炸弹 它是缝在那个裤子里面 但是它这个内裤里面 内裤里面的那个炸弹 它这个内裤的炸弹呢 就好像那个三年前的 这个2009年12月25号 当时这个有一个这个 奈及利亚男子 叫穆都拉 他当时呢 他要那个从那个 就是中东搭班机 搭西北航空的班机 然后转机 后来到美国的底特律 当时他用那个 一个大腿 我们机上会有那个毛毯 他毛毯 他就盖住了 他的整个肚子以下的大腿 包括大腿整个盖上去 然后就好像 跟空姐要一个毛毯 你会觉得让人家 看不出来你在做什么 然后当时他想要 引爆那个炸弹 然后后来被空服员 跟机上的其他机组员 和乘客 察觉有意 然后合力制服了他 然后起出了那个 然后当时他自称是这个 基地组织的一个 恐怖分子成员 后来经过美国CIL去追查 发现他那个炸弹的来源 是来自于叶门 那也跟 似乎跟上次我们讨论过说 宾拉登时候 盖达组织 反而是化整为零 尤其是像 那个叶门的那个 基地恐怖组织的分支 盖达组织在叶门的一个分支 叫AQ 简称英文简称叫AQAP 这是TNT 已经到了第三代了 对 到第二代的时候 就是说2009年用的 它那个简称是PATN P-E-T-N 但是如果翻成中文名字 叫什么 技术四纯硝酸脂 好难哦 简称PATN PATN那是当时最 最强的炸药之一 因为它只要 它的特点 它就是说 它的对于摩擦撞击很敏感 但是这一次的那一炸弹 它除了PATN以外 它加上RDX RDX 这两个一mix以后 它的特点有三个特点 第一个 它不具具形状 它可以做成任何形状 所以 膝带 隐藏 就很方便 那第二点呢 它在引爆前 非常稳定 我们知道 这个炸药 它就是怕你不稳定 稍微这样 如果气流一升一降 一震动 它突然爆炸的话就惨了 而且 它只要六公克 就可以把飞机炸一个 炸一个 六公克才 咽咽咽 咽咽咽 所以 所以这就是他们这次 那你像这次 虽然 它说 这个人虽然是一个双面碟 它把这个东西带出来了 可是它并没有讲 它的 引爆器 到底是装在哪里 你内裤里面 你不可能有什么引爆器 那按照我的想法是说 它可能把那个引爆器 藏在皮带里面 因为2009的时候 它是用那个手机的那个晶片 在里面放一个 然后你在别的地方 用这个手机直接的开的时候 你说关机大关机 可是它开的时候你不知道 时间到一引炸掉 那这次没有假的时候 我的判断 它应该是设计在皮带头里面 来做引爆 那完全是自杀行为 不过中国这个内裤炸弹这么厉害 或者内衣炸弹 他们怎么样骗过机场的安检门呢 我们随便过去逼逼逼 就要开始哇 全身在那边收烦死人了 对其实我们晓得 美国是从这个911恐怖攻击事件之后 他们的机场安检了 可以说是目前全世界最机车 最严格 最没有人权 最让人家又爱又痛又恨的一个机场 对啊很多人觉得不尊重 是我想历来 其实很多人以为他们就说 对于可能也许有色人种 其实他们甚至有自己美国他们的公民 他们也常常被 因为怀疑而遭受到一些 违反人权的一个检查 我先讲一个 就是说到底美国的机场 它的安检 有没有什么高科技的设备 有美国的国会曾经公布一项调查 他们有很多很多的高科技的安检设备 比方说我这边图摆给观众朋友看一下 你看美国机场安检全身的扫描器 你看看这个全身扫描器 我想在台湾的机场 大家可能就没有看过了 而且它最厉害的是 它可以查出非金属的部分 我们想到通常一般会不逼的都是金属 比方说像我们皮带拿下来 手表 手机 尤其安检的人都会说 小姐你手机有没有拿出来 皮带 戒指 戒指 像你手上那颗很大戒指 一定逼的 非金属 全身扫描器 自2007年以来 美国在全国180多个机场 安检了700部 这个全身扫描器 它的原理是利用微量的辐射线 来扫描 旅客的全身 那这个扫描器如果一发现异状人就上来了 怎么会这样呢 这时候它就会开始叫你两手举起来 开始摸来摸去的 情报部门提供的观察名单 比方说有华哥 情报部门就提供我了 说这个人怪怪的 要小心 的确嘛 因为有时候有华哥常常会涉及一些比较敏感的议题 这个人怪怪的 旅客行为检测 爆炸物中机检测 警犬 金属探测器 警犬我想还可以闻到毒品 可是 有一次 法航飞往美国纽约的班机 出现了两名恐怖分子 这两个人呢 他们竟然可以轻轻松松的从巴黎的机场 带了一个塑胶炸弹 跟假的引爆器 这两个人是什么样的恐怖分子呢 他们是法国媒体记者 他们把这个所谓的塑胶炸弹 重达320公克 然后带在身上 然后另外一个人带了一个假的引爆器 因为如果我带真的引爆器那还得了 你们本来只是要测验机场安检 就被你这么一搞 到时候不小心弄假诚 那怎么办 他们带上去 安检人员当时他们整个画面都是用偷拍的 他们在法国机场进去的时候呢 我要指的是什么 就是你美国安全有什么用 别的国家如果不安全呢 第一个飞机是发航哦 好 要飞往纽约 结果呢 他们就这样子成功进去 偷拍到安检人员都在聊天 然后他们在飞机上面的厕所里头 把这320公克的塑胶炸弹 组装完成 全部拍摄 第二次 他们拿什么呢 他们拿了一把911恐怖攻击里面抓到的那些 不是抓到就是收到的那些刀子恐怖分子用的刀子 他们也弄了一把一模一样的 然后放在行李袋里头 然后呢 也是一样从法国的机场上飞机 那班飞机是达美航空 我为什么特别想要是他达美航空 他是美国的飞机 好然后呢 成功戴上去这把刀子 他在飞机上 把这把刀子拿出来 把它拍下来 秀一下 证明我戴上去了 这两个记者当时这样的行为 在那个时候引起了非常非常大的震撼 当然后来是没有罪 没有因为违反什么公共安全 但我要讲的是 你美国安全 别地方不安全 飞往你美国纽约的飞机 在快要降落纽约的时候 如果 砰 后果是什么 嗯 不过有华兄 我很难想象 这个刀子可以戴上飞机啊 像一大堆东西 连我什么面霜啊乳液什么都要很小心 不能戴上飞机的 所以这很嚣张 现在 世界各国对于安检 它有两个注意的目标 第一个是除了金属 还有第二个是水 对 水很容易成为一个引爆器 那我这边我讲一个真实的例子 就是新疆有一班班机飞北京 然后它上面带的一些水 是可以经过混冲的化学水 这个化学水 你表面看 它带了两瓶 都没有问题 可是结合在一起的话 它会引爆 它会引爆 或者是制造火灾 这个对于飞机来讲 它损害很大 所以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为什么现在机场它非常严格的管制水 还有一些所谓的金属 但是我必须我这样讲 任何一个炸弹 它有三道程序 第一个炸药的成分 那第二个要引性 然后第三个由谁引爆 由谁引爆 那这三个程序里面 我们来看 现在美国它只是注重了所谓的塑胶炸弹客而已 但塑胶炸弹 那我跟各位可以解释一下 这个是塑胶 我把它打开 里面加什么粉 然后在我的鞋跟后面 我也弄上一个什么粉 然后我跑到厕所去 那我跑到厕所去 把那个鞋跟的炸药 把它溶解在水里 再用这个东西把它倒了出来 拟固 然后往飞机上面一丢 然后只要它砰的一声的话 你要知道飞机 它飞到一万尺高空以上 只要砰的一声 一定会造成仓压的问题 还有施压失控 还有大家惊慌的问题 况且那是在密闭空间里面 这个是非常危险 其实根本不用你那块塑胶 你鞋子我们每个人有两条腿嘛 两个鞋跟各一个碰在一起就糟糕了嘛 但是通常他们不会装在鞋跟里面 不会说我两个放在一起 你两个放在一起的话 就我只要知道 那我马上可以拘留你 但是那我那我一个东西只放在这里 另外一个东西 那我用一个塑胶盒带着 因为他检验这个是没有关系 他检验这个那也没有关系 还有一个 现在美国最怕恐怖分子 带那个叫什么 各位大概还没看过 叫做塑胶手枪 塑胶手枪 所谓的塑胶手枪 塑钢的 他用X光照不出来 飞弹照不出来 热影像你也照不出来 各位如果不信的话 可以试试看 当那个一个人 他那个小孩啊 他玩的时候 他筷子他突然之间弄到喉咙 用X光根本照不出来的 一定要要看 看到那个食物 你才可以把它给拔取出来 所以他们就带这个叫做 叫做塑胶手枪 那塑胶手枪的激发 它的点 它的后面的激发点 就是像那个这种 它有一个激发的装置 这种激发的装置 是用塑胶壳包的 可是我射击出去的时候 对不起 那我打的不是人 那我打的是飞机的窗户 我只要飞机窗户 瞬间破裂的话 一万尺高空 零下42度 这台飞机就挂了吗 那这架飞机就挂 所以现在美国 它最怕两个 都跟塑胶有关的 一个叫塑胶大弹 一个叫 一个是塑胶手枪 不过近平兄 我们这样平常 如果我们过机场 那个安检很机车 很龟毛嘛 对不对 那是对我们正常人来讲 我们没有要干什么的 好人来讲 对于他们要 要作怪的人来讲 你看之前 虽然说那个圣诞节 内裤炸弹客 他最近没有 最后没有引爆 但是之前还是让他 过了安检这一关 对 我刚刚讲的这个 2009年圣诞节 就是这一位 他是出身 奈及利亚的这个 这个阿布杜 穆塔拉 这个男子 当时呢 他就是 这个是他后来 被那个美国安检部门 包括CIA在内后 起出来他作案用的 这个内裤炸弹 他就是包在这个内裤里面 所以当时他通过 那个机长安检门呢 他就是在 他当时就搭了 那个西北航空公司嘛 从一路上 从那个 他拿着布林卡 开始进入那个 登机的那个程序之后 他还有包括在 进入机场 那个安检的时候 一路都没有 几乎没有被发掘出来 然后等他坐上了 这一家 要飞往那个 美国底特律的 一个班机之后 因为就是刚刚讲 他那个有异状 而且他这个内裤里面 你看他小小这样包 他其实只把里面 76克 76公克的那个炸药 装在里面 其实不多 他就像刚刚那个 天罗大哥所讲的 那个成分 放在里面 一般都当作是雷管 在里面负责引爆 就是在引爆的 那一刹那瞬间 被其他的乘客 跟机组人员 然后发现有异状 然后合力去制服了他 然后呢 制服了他之后 才起诉了说 哇 这个几乎可以把整架飞机 都炸毁了 这个内裤炸弹 当时呢 他打算炸毁了 这一架美国西北航空的班机 机上坐了289名乘客 那如果真的一旦被他得逞 又是盖达组织的 一大的阴谋 又成功地执行他们的任务 然后当时后来他被捕了嘛 本来他就在今年2月的时候 被美国他们法院 判处了无期读刑 当时他还很呛 因为他自己背景 是奈及利亚的有钱人家 他是富家少爷 他甚至跟美方说 直接枪毙我吧 然后他就说 能够为真神阿拉尔战死 能够为了这样的一个 非常的骄傲 好那个中国兄 我们这两天所看到新闻里面 抓到这个炸弹客啊 恐怖炸弹客 他其实是美国CIA的这个 double spy 就是他的双面间谍 对不对 但是好 现在美国当然很高兴 但是你怎么知道 你美国里面 没有人家对方的双面间谍 当然有啊 你以为只有你会用双面间谍 怎么样 盖达组织的人都笨笨的都不会 电影对不对 连安杰丽娜丘利 安杰丽娜丘利 这种人 他好莱坞的剧情都想得到了 会 我先跟各位讲 很多很多的文件 他们啊 反正就是要给美国好看就对了 比方说圣诞节内衣炸弹客 但我们知道那次没有成功 这次也没有成功 对不对 还有新年快乐恐怖攻击 将来可能还会有 美国国庆给你好看攻击 总统就职就地消灭攻击 等等很多 这两样 是他们最想要做到的事情 所以为什么上次 我们在倩敏的节目就提到 欧巴马就是典礼 那是多么的严谨 对对 连人孔盖都要封死封住 这次出问题了 新年快乐恐怖攻击 新年快乐恐怖攻击是在哪里 这次不是在美国本土 但是我们要知道 所谓美国本土 对本土的定义 只要你在国外的驻外使馆 机构 那也算是你的本土之一 他把脑筋动到了阿富汗去 美国在阿富汗的中情局 CIA就是分部 有一天呢 突然来了一个人叫巴拉维 这个人呢 他其实是什么呢 就是你讲的双面蝶 就是说他其实 以前是怪打组织的人 但是后来呢 他被这个什么 他们美国吸收 所以他大摇大摆的 走进情报单位 根本没有人觉得说 他是有问题的嘛 也不用收声 还可以坐我们的车载 当一个间谍啊 已经是这个工作本身 已经很复杂很恐怖 还要当双面间谍 他会不会 这个是精神分裂啊 我们待会要回来 要请教组长 他们怎么样来训练双面间谍 马上回来 我们待会儿